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年夜晚上,我妈一个人做了九口人的饭,只有我去帮她打下手,还没坐下,她就又被喊去到饮料,拿餐具。 饭桌上,大舅妈看着我笑得亲切圆圆都二十二了,还找不来男朋友啊,再拖几年,就真的没人要了,用我给你介绍吗? 姥姥接过话茬,她连工作都没有,谁会要她? 圆圆你驾照也考下来了,啥时候去开出租车? 小舅妈也加入了话题,圆圆,现在工作不好找,我家楼下水果店缺个保洁,咱们都是一家人,我肯定不会坑你,我跟人家说说一个月能给你五百呢。 我看着他们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 大舅妈,你要是有合适的男人,先紧着自己来,吃点好的吧。 目光转向小舅妈,小舅妈,我再给你加一百,一个月给你六百你来,我家打扫卫生吧。 这年头工作不好找,咱们都是一家人,给你六百贴补贴补家用。 最后,看向主座上的姥姥,姥姥,你不是要把房子给我妈,遗嘱拿去公正美。 听完我的话,大舅妈和小舅妈脸色一变,齐齐看向坐在主位上的姥姥。 妈,您之前可说好把房子给我的,小舅妈抢先一步过去,挽着姥姥的胳膊。 吓不出来但还好意思要房子。 妈,我可是给你们老吴家,生下了唯一的大孙子,一儿一女呢。 再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房子不能给吴杰,应该给我。 大舅妈口中的吴家独苗苗无飞此时正戴着耳机,嘴里骂骂咧咧地打着游戏。 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也没人吃菜。 不吃正好,我把喜欢的菜换到我面前,又去拿了个盘子,把所有的菜都给我妈家了,放进盘子。 不单独加出来等会就吃不上了。 好秋,你说谁是不下蛋的鸡? 小舅妈脸憋得通红,指着大舅妈开骂。 大舅妈当年可是街口公认的骂街种子选手,自然不会甘拜下风。 说的就是你啊,不过你估计也没机会了,这年龄都要绝经了吧? 你要实在想要孩子,不如让吴峰找个年轻姑娘生一个抱给你养。 小舅妈见小舅舅吴峰听完,还煞有介事地点点头,更加生气,直接掀了小舅舅面前的菜。 还吃什么吃? 随后转向大舅妈,你以为你生个儿子就多厉害。 孩子高中就辍学,学习不行就算了,还有死经症,你是给吴家传了后,结果到你儿子这辈还是断子绝孙。 说得好,我点点头肯定了小舅妈的话。 这种事被放到明面上,大舅妈这么好面子的人当然不愿意。 几句话的功夫两人就打起来了。 桌子上的碗碟摔得噼里啪啦。 按住想上前劝架的妈妈,拉着她端着碗和盘子进屋吃饭。 等我们吃完,外面也炒得差不多了。 圆圆,我们帮姥姥收拾一下吧。 我看着眼前被炮轰过的屋子。 妈,这是大舅和大舅妈的家,他们会收拾的,咱们就别添乱了。 回到家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这节目不比春晚精彩。 隔了没几天的早上,我起床之后就看见妈妈时不时地看我几眼,似乎是有话想说。 妈,怎么了? 妈妈捏着手机,犹犹豫豫地开口。 你大舅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下午想让你去见见。 说完,把手机塞进我手里,让我看大舅妈发来的微信。 这男孩人老实,话不多,长相周正,会疼人,还很孝顺,想找个懂事贤惠的。 圆圆可不小了,遇见合适地嫁了就行。 女孩子年纪越大越不值钱,可别像她小舅妈一样,拖到一大把年纪,结果生不了孩子。 我点开她发来的照片,又巧了,这不是,这人我见过。 刚放假回家的时候,去警察局换身份证,看见一个男的刚从拘留室里放出来。 看见他妈在门口等他,一把扑到他妈怀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着这几天在拘留室的委屈,跟个巨婴一样。 带我出来的警察小哥,白眼都要翻上天。 这男的妈宝南一个,和女朋友吵架,回家找他妈告状,他妈说女人要打扶才听话,他听完二话不说,把他女朋友打了一顿,女方骨折,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女方已经准备起诉他了。 想起警局门口的这一幕,我责了一声。 是人老,实话不多,会打人,妈宝南,想找个不顶嘴的保姆伺候他和他妈吧。 那一串形容词,除了长得周正,没一句实话。 妈,大舅妈家的女儿多大了?比你九个月,二十一。 我点开表妹的朋友圈,目光停留在他昨晚新发的那条好想谈恋爱的朋友圈。 我把那个男的照片又放进辟图软件里加工了一下,更像表妹的偶像了。 在警局看到这个男的第一眼,就觉得他很像表妹整日朋友圈发的爱豆。 照片转发给表妹没几秒,表妹一个电话打过来。 姐,这谁呀? 好像我爱豆。 这是大舅妈介绍给我的相亲对象。 我看向你爱豆,就发给你,让你看看。 哇塞! 这么好的事,我妈居然不先想着我。 姐,你不是说不想谈恋爱吗? 但这是大舅妈。 我话还没说完,表妹就急忙打断我。 没事,你不想去就不去,我替你去,到时候我帮你跟我妈说。 姐,你们约的什么时候见啊? 下午两点,在街角咖啡店。 下午一点半,我坐在咖啡店的角落喝着咖啡。 表妹已经到了,此时正在欣赏自己今天精致的妆容。 二点二时,男人才姗姗来迟。 平常提起火爆,讨厌等人的表妹,如今坐在男人对面,没有丝毫恼怒,反而满脸娇羞。 二人聊得火热,男人甚至想让表妹等会儿,就跟着自己回去见他妈。 表妹满脸开心,看那样子恨不得立马去民政局领证。 看到二人拉着手往电影院走,我没兴趣跟,转头准备回家。 不想转身,一头撞进了别人怀里。 嗯,抱歉啊。 我抬头道歉,却对上一张熟悉的脸。 好家伙,有什么是比我捧头够面,素面朝天却碰上打扮精致,身上还香喷喷的初恋更尴尬。 对面的洛阳看着我跟诗语了一样,出口就是阴阳怪气。 怎么几年不见,话都不会说了。 我的下一任都不教你学说话。 他的下一任,洛阳上下打量我一番,嘖嘖嘖,穿衣品位也不行了。 你现在应该挺有钱的吧,怪不得那个小白脸还一直跟你在一起。 对上洛阳略带嘲讽的眼,我突然想起来当年和他分手时发在朋友圈的那张照片。 我辟得我和爱豆的拥抱图。 他说的小白脸怕不是我的爱豆。 没钱,但没办法。 他就是爱我,我也不想的。 装作一副绿茶样,恶心完他。 我高兴地走出咖啡馆。 谁还管后面的人脸多黑。 晚上约完会的表妹兴冲冲给我打电话。 姐,她真的好像我爱豆。 我都能想象以后我每天睡醒,看到这张脸将会有多幸福。 旁边躺个帅老公,怀里抱个帅孩子。 她说,她妈妈就想让她找一个听话贤惠又顾家的女人当老婆。 她觉得我就很符合她家找媳妇的要求。 她妈妈肯定会喜欢我的。 我在电话这头听得眉头紧簇,狂翻白眼。 以为她谈了那么多段恋爱会比我这个母胎,solo,看男人更清楚。 结果就这。 方方,婚姻是大事,你得好好斟酌一下。 虽然对大舅妈她们有意见,但我也不会拿着表妹的终身幸福做代价。 把那个男的照片发给她不过是为了气气大舅妈,谁承想忽略了表妹是个严控狗。 姐,我已经想好了,正月十五,带她来家里见家长,顺便订婚。 拍拍婚纱照,订订酒席。 算算时间,五月份你就能吃上我的喜宴了。 我有点沉默,她不会来真的吧? 正月十五那天,众人又齐聚大舅妈家。 前几天还打架的人坐在一起,面和心不合地互相客套,我在心里翻了无数个白眼。 圆圆,我听说那个男生说你俩很合拍,他都带你回去见他妈了。 大舅妈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用八卦的眼神打亮我。 小舅妈闻到八卦的气息,连忙凑过来。 圆圆谈恋爱了。 谁呀?长得帅吗? 啊?不是我。 刚想解释的话被表妹的眼神制止。 小舅妈也没管我有没有回答,嘖嘖道。 圆圆都这么大了还不会做饭,到婆家可怎么办? 小舅妈看您这话说的,您这么大了不是还不会说话。 扑吃大舅妈在旁边笑出了声。 大舅妈,那个男的那么好的条件,怎么不介绍给芳芳? 别是这人有什么不好吧? 大舅妈正笑得开心,被我问得一愣,刚准备打个哈哈糊弄过去。 表妹就接着问。 对呀,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介绍给我? 姐姐不想谈恋爱,我想谈。 大舅妈瞪了表妹一眼,你还小香什么亲? 大舅妈,做人可不能双标。 对着我就是年纪大不找对象就不值钱了, 对着表妹就说她还小, 表妹可就比我小九个月。 就是妈,别双标。 表妹在旁边接话, 大舅妈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接话的表妹。 姐姐,差不多也到点了,去做午饭吧。 让圆圆帮你一起。 大舅妈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 喊我妈去做饭。 大舅妈,您前几天还说呢,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我妈在这算是客人, 让客人做饭, 您的家教也是挺好。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大就在旁边数了我。 分房子的时候说我妈是外人, 做饭的时候倒是想起我妈了。 这时候你怎么不说我妈是外人进厨房做饭不合适。 我无视妈妈略带警告的眼神, 死死摁住妈妈。 今天我妈不做饭, 我看看你们能不能坐在这饿死。 姥姥见这样的场景, 打起哈哈。 既然姐姐不做, 我掏钱, 咱们去楼底下饭店吃吧。 我听完她的话, 直接笑出声, 什么新型的道德绑架。 刚想说话被妈妈一把拉住。 知道你护着我, 今天过节别闹得太难看。 听完妈妈小声的耳语, 我点点头。 也是, 不掏钱的饭我就先忍忍吧。 下楼的时候, 表妹偷偷凑到我旁边。 姐, 我妈说话就那样, 你和姑姑别往心里去。 叮铃, 一声, 表妹的手机响了。 看完信息的表妹, 满脸洋溢着开心。 姐, 我跟她说了饭店的位置, 她说她马上就到了。 表妹在我面前开心地摇头晃脑, 我扶住她的头, 微微叹气。 别晃了, 你脑子里左边是水, 右边是淀粉, 一晃就是一脑袋江湖。 我已经能遇见, 今天中午又将是一场精彩的闹剧。 坐在包间, 姥姥象征性地点了几个菜, 就让服务员下去了。 则, 自己掏钱就抠成这样。 我借口出去上厕所, 叫住了服务员。 再加点菜, 要松鼠桂鱼, 油焖鸡为虾, 牛腩包, 葱爆羊肉, 哦, 对了, 海参粥打包。 加完菜我神清气爽, 晚饭都有着落了。 菜一道一道被端上桌, 姥姥的脸越来越黑。 我看着桌子上的菜有些疑惑, 有几道不是我点的呀。 在看对面吃得兴起的大舅妈和小舅妈, 我瞬间明白过来。 感情刚才,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出去, 说是上厕所, 原来都是去加菜了。 服务员端上来一道菜, 不等姥姥看清, 点菜的人就快速叨几口。 吃过的菜退不了, 姥姥只能黑着脸, 看着桌子上的菜一道道增加。 气不过的姥姥叫来服务员, 要把后面的菜退掉。 服务员尴尬一笑, 不好意思, 菜已经做上了, 退不了。 姥姥刚想说什么, 表妹突然站起来, 那个, 我男朋友来了, 我把他带进来, 跟大家见见。 说完, 生怕饭桌上谁发出反对的声音, 一溜烟跑出包间。 哟, 方方什么时候谈男朋友了, 连妈妈都瞒着, 小舅妈看着大舅妈, 也是一脸震惊, 出声嘲讽。 大舅妈没心思接话, 直直盯着门口。 表妹很快就回来了, 满脸羞涩地介绍身后, 只提了一箱奶的男人。 这是我男朋友, 王伟。 大舅妈看到王伟面色一白, 立马转过头看我, 是方方自告奋勇, 要替我去相亲的, 没想到, 向得还挺成功, 我甘笑几声。 还不等大舅妈说话, 表妹立马看着大舅妈。 妈, 条件这么好的人不见你介绍给我, 你还是我亲妈妈? 我们已经确认了恋爱关系, 这次带她来见你们, 是想谈谈结婚的事。 表妹此话一出, 包间瞬间安静了。 连平时一贯喜欢看大舅家热闹的小舅妈都不吭声了, 看着王伟手中提的奶连连摇头。 出去, 带着这个男的滚出去。 大舅妈平复了好一会, 心情才开口。 王伟听见这话, 当即就不愿意, 你们家是什么意思看不上我? 我妈可说了, 就凭我的条件, 你们家都是高攀。 表妹看见王伟面露不渝, 赶忙拉着王伟的手轻声安慰。 别生气,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 王伟冷哼一声, 我妈还让我买香奶来见你们, 早知道你家里是这种态度, 我就不应该浪费这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她怕不是买的灵妻的牛奶吧。 王伟恨恨地说完, 扭头就走。 表妹准备出去追王伟, 却被大舅一把拦住。 你要是赶出这个门, 以后我和你妈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表妹站在门口, 狠狠地看着大舅和大舅妈。 从小到大, 我做什么都不对, 就你们宝贝儿子是对的。 现在我连找个男朋友, 你们都这么大意见。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凭什么这么对我男朋友, 她哪点不好了? 为什么我谈个恋爱, 你们都要阻拦? 她哪有好的地方, 大舅妈终于忍不住了, 拍桌子站起来。 家暴前女友进警察局, 妈宝男, 家里穷, 没文凭, 她除了有张能看的脸, 其他还有什么?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微妙起来, 目光在我和大舅妈之间转。 表妹被大舅妈说得一下子愣住了, 反应过来后不可置信地问大舅妈, 那你还把她介绍给表姐? 考验我演技的时候到了。 我的眼眶立马红了, 大舅妈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给我介绍这样的人? 是不是看我过得不好, 你心里特别舒服? 这么多歪心思, 我还以为她好心要帮圆圆介绍对象呢? 小舅妈嘖嘖出声。 嫂子, 你们平常怎么对我, 我都不计较。 可你不能这么对圆圆啊, 她怎么对不起你了? 我是妈妈的软肋, 看见女儿差点被别人算计, 妈妈怒上心头。 行了, 大过节的你们有完没完, 姥姥把筷子摔在桌子上, 指着我妈。 一点小事也值得闹。 大家的也是好心, 想帮圆圆找对象, 你何必上纲上线? 我看见了妈妈眼里一闪而过失望。 你们要是这样对我女儿, 咱们也没有再来往的必要了。 说完, 妈妈拉着我就往外走。 路过包间服务员, 她正准备上菜。 我喊住她, 让她把剩下的菜全部打包。 我拿着打包好的四五道菜, 和妈妈回了家。 看着妈妈坐在沙发上沉默, 我走过去抱住她。 圆圆都怪妈妈, 妈妈带着鼻音的声音传出。 是他们心思太多,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爸不在得早, 从小到大你因为没有爸爸, 没少受别人议论, 甚至还有人欺负你。 你大舅妈不就是看着咱家没男人撑腰, 才敢这么对你。 我把头埋在妈妈怀里。 妈妈, 有我们两个就足够了。 我们互相给彼此撑腰, 你以后别在他们面前委屈自己了。 还有, 我才刚二十二干嘛那么着急, 让我去相亲嫁人。 我还想再多陪你几年。 靠在妈妈怀里, 我闷闷地问她。 你对姥姥这么好, 可是她还是偏心那两个一点用都没有的儿子。 妈妈拍拍我的头, 老姨被心里都认为养儿防老。 妈妈是家里的老小, 当时那个时候对超生查得很严。 姥姥老爷一直小心翼翼的, 却还是被发现了。 生下妈妈后, 姥姥被严肃批评, 丢了工作, 全家就指着老爷一个人在电厂上班的工资。 姥姥心里面是恨妈妈的, 恨妈妈害自己丢脸, 又丢了工作。 再加上有些重男轻女的思想, 对妈妈更加不好。 妈妈学习很好, 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却因为家里的钱都给了两个哥哥, 而不得不自己打工挣学费。 那就等着看她的儿子防老不防老。 没想到验证老化的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早晨, 妈妈接到电话, 说姥姥突然晕倒, 被送进医院抢救。 虽然前几天说不来往, 可毕竟是自己的亲妈躺在手术室。 妈妈带着我慌慌张张往医院赶。 出了抢救时, 姥姥依旧昏迷, 妈妈在手床边。 姥姥醒了, 看见妈妈的第一句话, 就是让她滚。 不是要和我断绝来往吗? 那就滚。 看着病床上躺着的姥姥, 我只觉得好笑。 她在医院的这几天, 小舅一家根本没来过, 大舅把烂摊子丢给妈妈之后, 借口工作忙就跑了。 把妈妈撵走, 可没人再伺候她。 看着妈妈还低声下气地说着好话,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妈, 咱们走, 让她的孝顺儿子来照顾她吧。 说完, 拉着妈妈就往门口走。 还没出病房门, 妈妈的电话就响了。 你这几天搬别上了, 反正就一个会计的活也不重要, 就留在医院照顾妈, 大舅的声音从电话那头清清楚楚地传进我们俩的耳朵里。 那以止气使的样子好像直使吓人一样。 我把手机抢过来, 对着电话那头一顿输出。 对, 我妈上班不重要, 你给工厂看门重要。 你们老板心也挺善, 我记得那个厂不是养了两条狗, 还没把你的饭碗抢走啊。 说自己工作忙来不了医院, 怎么, 忙着跟狗抢饭吃啊。 电话那头的人暴怒, 王远可,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信不信我打死你? 哟, 现在想起了自己是个长辈了。 我懒得听他废话, 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哎, 天天就会无能狂怒的人容易早死。 老爷之前的好朋友谭爷爷得知姥姥住院, 来医院看他, 正好撞上我怒对大救的时候。 我对上他的视线, 不自然地笑了笑, 随后差点把头砸到地上。 好好好, 我从小在外人面前端庄小公主的形象破灭了。 谭爷爷看着我像鸵鸟一般, 忍不住笑了下, 伸手拍了拍我的肩。 现在的年轻人说话真幽默。 谭爷爷, 您说话也挺幽默的, 我在内心腹肥。 谭爷爷和姥姥聊完天, 我和妈妈去送他。 老大, 老二都没来。 我撇撇嘴, 可不是, 抢救那天, 老大看妈妈来, 立马就走了。 老二从始至终都没来医院路过面。 圆圆, 妈妈不赞同地看了我一眼, 似是不想让我把这种事往外说。 谭叔, 您也别听圆圆乱说。 妈妈话音还没落, 就被远处传来的声音打断。 王远可, 你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 大舅带着大舅妈, 匆匆赶到。 看见我伸手就要打我, 在我准备躲的时候, 一个修长白皙的手拦住大舅。 是一个医生? 我就知道, 穿白大褂的人都是大善人。 直到我看见那个穿白大褂的医生转过头, 是洛阳。 好, 我收回我刚才的想法, 也不一定都是善人, 也有毒蛇怪。 洛阳扭过头确定我的情况后, 用我从未听过的严肃语气对着大舅。 这里是医院, 不是你可以随意放肆的地方, 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大舅一听要报警, 陪笑地收回手, 都是家务事不用报警麻烦警察。 大舅看着我的眼神里带着警告, 似乎怕我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 我看着大舅的眼神, 刚准备回他一个白眼, 我的视线却被洛阳挡住。 洛阳不动声色地挡在我面前, 隔绝了大舅和大舅妈不善的眼神。 够了, 谭爷爷从后面走出来。 老大家的, 不是说工作忙, 怎么小孩子几句玩闹话 就把你和你媳妇都叫过来了? 我看你俩也不是很忙, 正好让姐姐母女回去休息, 你俩顶上。 谭爷爷的话一出, 没人敢反驳。 听妈妈说, 他们那一辈的孩子都害怕谭爷爷。 谭爷爷年轻的时候是跆拳道冠军, 退役之后在跆拳道馆当教练, 交出不少有名的跆拳道选手。 再加上谭爷爷整日不苟言笑, 表情严肃得很, 活脱脱一个孩子克星。 他们小时候谁不听话, 家长就说让谭爷爷来, 小孩子们立马演其西谷。 看来这份威力持续到了现在, 知知道了谭叔。 大舅低声答应, 谭爷爷带着我和妈妈往外走, 经过大舅大舅妈的时候, 我把刚才没送出去的白眼送了出去。 看着他俩气得跟吹猪一样, 我心里别提多痛快。 远远都二十多了吧, 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谭爷爷似乎注意到了 我对大舅他们挑衅的举动, 我对上谭爷爷没有任何批评含义的目光, 大着胆子说, 谁都不能欺负我妈, 包括他们。 谭爷爷听完我的话, 赞赏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别有深意地看着妈妈。 你爸妈有你这样的女儿是他们的福气, 你有圆圆这样的女儿也是你的福气。 当时我和妈妈都以为这只是一句单纯的夸奖, 没想到这句话居然蕴含着别样的意思。 在医院门口送走谭爷爷, 妈妈就疯狂冲我实眼色。 我扭头一看, 洛阳站在离我们五米的距离, 人家帮了咱们, 去谢谢人家吧。 顶着妈妈八卦的眼光, 我转身走向洛阳。 今天, 谢谢你啊。 洛阳听见我的道谢, 鼻子里哼的一声。 我是医生, 维护医院正常秩序是我的责任, 你可别想多了。 我没想多呀, 是你想多了吧? 我暗暗吐槽。 作为感谢, 请我喝杯咖啡吧。 刚刚不是还说是自己的职责吗? 妈妈满脸笑意地目送我和洛阳走向咖啡店后就离开了。 看到我妈充满八卦的目光, 洛阳皱了皱眉, 似漫不经意地问你妈不知道你有男朋友。 我刚喝到嘴里的咖啡, 一下子呛到我。 嗨嗨, 我没有。 当时吵架我以为你会来哄我, 结果你没有来。 我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是我屁的, 想气气你, 谁知道你第二天就买了去美国的机票。 洛阳的表情变得正色。 我在你家楼底下站了一晚上, 结果第二天就看见你在朋友圈发的照片。 我气不过, 索性答应了美国那边学校的offer, 当天就飞去美国了。 看着窗外的景色, 我轻声说道, 我们现在都很好, 就是最好的事情了。 妈妈还没回去上几天班, 姥姥就又进了急救室。 这次, 她最终没有挺过来。 姥姥以为给两个儿子一家, 写一份把房子给他们遗嘱, 自己就可以得到儿子儿媳们更好的照顾。 没想到, 他们拿到遗嘱, 就变了脸。 大舅和大舅妈, 为了不花住院费, 把姥姥送到小舅家楼下, 就甩手走人。 小舅和小舅妈拿到遗嘱, 把姥姥连带着她曾经放在家里的东西, 一起扔出家门。 被两个儿子像扔垃圾一样扔来扔去, 老太太一口气没上来, 脑梗犯了, 死在小舅家楼道里。 火葬场上, 大舅家和小舅家因为两份没有公正过的遗嘱, 又吵了起来。 她死在我家门口, 我家还怎么住? 那房子给我, 我要买新的房子。 老太太那是被你气死的。 你还好意思要房子? 小舅拦着工作人员, 今天房子不给我, 老太太就别想火化。 大舅听完冷笑一声, 好啊, 咱俩好好掰扯掰扯房子, 到底给谁?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眼看又要打起来。 周围来了不少看热闹的, 还有的人拿着手机录像, 似乎是没见过这么没良心的人。 在火葬场因为一套房子炒得不可开交, 还拦着不让自己妈妈火化的场面可不是谁都能看见的。 妈妈站在一旁, 看着这场闹剧握紧了拳头, 我看了看手机,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这的火葬场有个规定, 老人火化, 家里有男丁必须男丁签字。 所以, 妈妈就算在着急, 也没权利签字让姥姥去火化。 他趴两鞭子, 抽在了大舅和小舅身上。 二人刚想开口骂, 却在看见来人的时候, 把满嘴的脏话憋下去了。 是谭爷爷。 来火葬场之前, 我就觉得今天他们肯定会闹出点幺蛾子, 于是一早就给谭爷爷打了电话。 忘了说谭爷爷退休之后, 天天在广场上抽陀螺, 技术那叫一个高。 只是不知道谭爷爷抽人的力道怎么样, 看着大舅小舅的样子, 应该是挺疼的。 不孝子孙, 我替你们爹妈教训你们。 说完, 又是挤鞭子落在二人身上。 疼得他俩呲咬咧嘴, 但也不敢反抗, 生怕再惹怒了谭爷爷被打得更狠。 滚去签字, 哎, 好这就去。 两个人这时候有了兄弟的默契, 一溜烟地往办事厅跑。 谭爷爷看着眼眶红红的妈妈, 心疼地摸了摸妈妈的头。 姥姥头七那天, 谭爷爷把大家聚在一起, 拿出了一份遗嘱。 是姥爷走之前留下的。 谭爷爷拿出那份带有公正的遗嘱, 所有人都死死盯住那张纸, 好像要把那张纸盯穿。 我的老朋友走之前, 把这份遗嘱交给我, 嘱咐我, 如果你们母亲也走了, 让我把这份遗嘱拿出来。 说着, 谭爷爷开始念遗嘱上的内容。 本人吴江名下, 有一套九十五平的房子, 存款两万。 带我与老伴走后, 房子有两个儿子平分, 存款由谭平带我捐给福利院。 念完遗嘱, 谭爷爷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 都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我看着妈妈有些落寞的神色, 伸手拉住她的手。 没事, 我们不缺那点钱。 妈妈回了我一个苍白无力的笑容。 那边大舅小舅两家还在喋喋不休, 埋怨老爷为什么要把房子平分, 这样每个人才能分到一点钱。 没人到注意, 妈妈带着我已经离开。 妈妈没说什么, 但我明白她心里必定不好受。 与钱无关, 而是老爷的遗嘱里,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妈妈一个字。 就好像妈妈不姓吴, 他们也从未有过妈妈这个女儿一样。 带给妈妈最大伤害的 从来都是姥姥姥爷对妈妈的漠视。 爸爸死后的那段时间, 人人都劝妈妈再婚。 妈妈顶住所有压力, 独自带着我生活。 我问过妈妈 为什么不愿意再找一个人陪她。 妈妈告诉我, 她不想赌那个人 在往后的日子里对我如何。 也不想把对我全部的关心的爱分给别人。 叮铃, 门铃响了, 我跑去开门。 门外竟然是谭爷爷。 你妈妈呢? 谭爷爷进门后, 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妈妈。 她在屋里躺着, 我去叫她。 看着妈妈精神捏捏的样子, 谭爷爷叹了口气, 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 和一个盒子递给妈妈。 这是你爸专门写给你的。 她说, 她知道自己对不住你, 也知道说什么也补偿不了你。 妈妈颤抖着手, 打开信封。 姐姐, 爸知道你从小受了不少委屈, 因为你妈总是像着两个儿子。 她不应该把所有的怨恨都放在你身上, 而我也不该懦弱地放任你妈这样对你。 盒子里的金珠是我偷偷给你传的, 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抹平我所有的愧疚, 但每次看到你只能自己把委屈咽下去的时候, 我的心里还是难受得紧。 姐姐, 爸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 是爸和妈对不起你。 我打开那个盒子, 盒子里装了满满一盒的金珠子。 姐姐, 你爸知道你两个哥哥的性格, 所以遗嘱上没有提你, 怕他们再找你麻烦。 你爸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他嘱咐我一定要把信和金子给你。 谭叔说句心里话, 你爸他心里是爱你的。 听完谭叔的话, 妈妈的眼泪彻底绷不住了。 一盒金珠子沉甸甸的, 里面是老爷对妈妈的爱。 大舅和小舅因为房子的事情彻底闹翻了。 因为谁也不信任谁, 害怕对方把买房子的钱独吞, 两家光打架都进了好几次警察局。 我和妈妈也彻底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年末的时候, 表妹哭着给我打电话, 说大舅晚上去喝酒出了车祸, 现在躺在床上半身不随。 大舅一直引以为傲的无家独苗苗, 却从没去医院照顾过他。 肇事逃逸的司机找到了, 是小舅雇的人, 因为小舅想要独吞卖房子的钱。 不过, 这些跟我和妈妈无关, 我们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行。 平静的生活中也总会有人来打扰, 比如洛阳。